目前洪家人很难感受到这样的时光 现在呢大家都在追的是 现在真相究竟如何 为什么监视器怀源以后还变成黑画面 洪仲秋的家属说 就连洪仲秋军中所写的大兵日记 举光作文部原本军方也说不见 但后来又说找到了 但问题是里头洪仲秋的日记 却只写到去年的12月 日本就是每个服役士官兵 推武后都会留存的举光作文部 洪仲秋家属曾向军方找这本大兵日记 想找出洪仲秋写了些什么 结果却变成这样 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空白 就完全没有写的状况 那基本上是 他应该是至少每周 或是一两周就需要写 那就是那个 他们那个辅导长 应该也都要做一些审议的动作 但是这些都没有 家属说洪仲秋的举光作文部 原本军方说不见了 后来军事检察庭上又说找到了 但只写到去年12月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严正的请他提出说 这本就是他的大兵日记 到底去哪里 看录影器的那个监察庭的时候 那本才出现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初 洪仲秋曾在脸书上写下 军中是个鬼地方 退伍不要忘了 心中的质疑感 难道洪仲秋也在 举光日记簿上写下了秘密 到最后举光日记簿上头的记录 也像监视器般突然消失了 他有写的日子到去年的12月25之前 但大家可想而知 上面一定不会写太多 他觉得军中的一些问题 因为毕竟都是长官要批阅的 军方曾向家人解释 洪仲秋身为下市班长 所以举光日记簿才会写到去年12月 但家属质疑 难道除了监视器不见 现在连红仲秋服役的文字记录 也跟着消失了 中文学院陈思源张俊斗 朱显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